哇塞前面有个限高位能不能过去啊 千万要能过去不然就完了 看着好像能过 4米多能过 这附近有落石 这个限高是4米5的我的房车是2米75的高度 这边的山有的地方山体是没有防护的咱们得抓紧开 嘴这种路太危险了一旦掉了个大石头后果不看设想 走了几个小时的攀山路这边的方特别大啊还是没有信号现在这里是 打电话都打不了怎么办 歇会吧现在开车开的活着烫 哇塞这山下 水好清澈啊 好漂亮 蓝色的水 这边太陡了太高了不然我就下去看看玩这水了 太美了这个水 清车见底 风太大了特别冷 太阳出来了 小不要动拍个照啊不要动 过来来这边这边 这条路上是没有车的啊 现在整条路只有我自己 在这边开车 说真的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再碰到家 这个季节独库公路游客非常少啊 山上的草都变黄了 夏天来的话这边一定特别美 我穿的是我这个冬天的棉头鞋开车的特别舒服 但这个头鞋是有根的所以开车可以穿 特别得劲很轻 OK休息片刻咱们现在继续出发 咱们现在还是那句话呀 趁着天黑之前 一定要找到一个有信号 可以路远的地方 可以路远的地方 看着左边的护栏了吗 就是防止落实的 因为右侧就是悬崖 哇塞 功夫不负有信人 我到了一个 停车场 这个停车场的公厕好像是关的 但是无所谓 我车里边有厕所 看这边的商店有没有人啊 看他左边了吗 这边是有人的啊 这个商店好像没有人 今天就在这露营吧 朋友们 商店有人吗 有人好像开着门 商店卖杂串的 这地方杂串能不能贵呀 以后问一下啊 怎么问一下 价格不是很贵 咱们就尝一尝 在独库公路的杂串 OK这里就是我今天的露营地 这里就是新疆的独库公路 天山山脉 我的车后就是 一片小河 好漂亮啊 这边可以翻过去啊 这个水特别清澈 明天白天吧 去玩水 哇塞 太美了 这是独库公路里边的超市 但是大门紧闭 已经锁门了 没有人 这边是厕所 也关了 这个厕所好像也关了吧 看一下啊 这个厕所是开着的 怎么两个厕所呀 看一下 这个暂停使用了 这两个厕所还有不一样的功能吗 前面还有两个蒙古包 还有几个小板房 应该是在这边干活的吧 这边有一个烤串啊 商里的烤串 很难得呀 在这边能看到烤串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啊 这都怎么卖的 这是炸串 这是药品 多少钱一串啊 一串六块钱 一串六块 所有的都是啊 所有的都是一串六块 对 哦 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 这房子咱家可以住人 你们平时就在这里住吗 对呀 我们就在这住 冬天呢 哎 冬天 我们就回家了 冬天就回家了 干嘛 在这选 你这边还有喝的吗 有持酒 啤酒啊 什么啤酒啊 乌苏啤酒 多少钱啊 十九 啤酒多少钱 八块 八块啊 就是那个新疆的大乌苏 是吧 你要哪个 我来一个这个 然后再来一个这个 这个红色的啊 再来一个 还有别的吗 有 还有链银 这什么东西 来个这个不能 然后 还有别的吗 还有 这边游客多吗 可以 可以啊 来四个酒吧 够了 够了吗 再来一瓶啤酒 啊在这里 啊自己拿走 好的好的 这个 我今天晚上坐在这里对 谢谢 谢谢啊 新疆的大乌苏啊 以前只闻其名 不见这个 旗酒 今天见到了 尝一尝 我本身 我是从来不喝酒的 地酒不沾的 牧羊人家的烧烤 这是个小火炉 他们应该平时用来做的烧水的 这是个小发电机 他们平时的店应该就是 用的这个发电机 充的 你去哪里的 一个人 对 你是哪里的 本地的 本地的 啊 像这个地儿 没几个游客是不是这边 还可以 对 对面是干嘛的 空地的 跟他们聊了一会天 他们平时喝的水呢 都是从身后的这片河打的水 这个河水是从山上的雪山 化下来的水 炸串好了 大餐 这是在山上的大餐 还不是一般的山 这里是新疆天山 风很大呀 大乌酥 啊 房车里小小女士 在车里呆着呢 因为外面太冷了 不给他放上来了 6块钱一块在这种地方 真的不贵 如果不是房车的话 很多人车里边没有物资补给 饿着肚子10块钱你也买 是不是 山里还有狼 那他上去挺危险啊 我那边的人 上山了 吹着冷风 吃着饭 这种 吃饭还是第1次吃啊 有的冷 九族饭堡 现在天已经黑了 准备回到车里边 看前面的那小房子 灯亮着呢 他们有发电机 前面的这个应该是风力发电吧 我没什么酒量啊 喝了一瓶乌酥 暂时是没啥问题 不知道晚上会不会醉呀 这就是我温暖舒适的房车小家 回到车里边很暖啊 现在车里是17.5度 外边的话估计是12度左右吧 这边要比昨天的地方冷 刚才跟他们聊天说 再往上面走更冷 今天上面风路 因为现在上面下雪了